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廖先生来跟大家聊一聊 在过去的周末 中国国民党选出了新任的一任的党主席 本来一个政党选出自己的领袖应该不是一件很值得大家多说的事 但是因为这在中国国民党也是在特殊的时期 又是选出这么一位年轻的跟过去的国民党的传统 有大相不同的这样一位领袖 所以怎么看 今天我们邀请廖建民先生 从中国国民党选出一个年轻的党主席 到中国国民党的改造 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未来和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为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乐先生你好 主任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了 我们在这个节目进入正式节目之前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有大幅的缓解了 现在在北京周一已经出现周一周二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 说明人们都开始出来了 当然了很多人出来是上班了 但是我们美国的疫情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也不要恐慌 所谓的panic 大家不需要恐慌 也更不需要去抢购 首先我们美国的各项物资储备是充足的 特别是我们的生活日用品 另外呢 大家现在还是要做好自我的防护 过多人的聚会还是不要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民众保重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 乐先生 选出了一位46岁的国民党党主席 恐怕这是国民党过去50年来 到了台湾以后最年轻的一个党主席了吧 基本上他是48岁 48岁啊 但是确实是有史以来 中国国民党今年是109年的 他是最年轻的 没错 以前都是比较七八十 都是德高望重 资历丰富的 所以他这一次算是最年轻的 但是大家给他就是有一个期待 因为国民党最近几次的选举 都是败选嘛 败选他们发现就是说 年轻的票吸引不到 中间选民的也吸引不到 所以大家在研究到底是什么理由 就是说第一个基本上我们的党员确实是平均年龄是比较大一点 年长的朋友的比例稍微高一点 所以他们说这样就跟中间选民或者是年轻一世代就有点脱节就在台湾叫不接地气 起码有个教授英文叫gap 教授就有一个代锅 所以这一次他能够当选的话是大家的 其实还没有选之前我们一些民调都看出来 他跟郝隆斌那个民调已经差距差了好 郝隆斌先生我差一句 郝隆斌先生就比他整整大了二十岁 是六十八岁 当然郝隆斌先生有非常丰富的阅历 也有很好的党内口碑 但是在这次选举当中 他们两个人的比例差距 当选者姜启隆先生是百分之六十几 而落选者郝隆斌先生是百分之三十几 也就是说差了一半的选业 所以他基本上我们这一次是寄以希望 就是说因为要让国民党恢复生机 或者是让他的话 大概是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组织的本平化 就是说以前过去大家认为说 跌层家务的组织架构太老 城市太高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另外就是要年轻化 但年轻化讲了好几十年了 从蒋经国开始就讲 就讲到现在 到这一次才算正式的成功 所以大家寄以厚望 就是希望这个问题 但是这一次他们就是说最重要的 我们看今年年初 就是说台湾的大选 我们输败大概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两岸关系的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党的组织不团结 这两个 当然候选人本身也有关系 但是他们说那个人的关系 是比较可以换选人 就后选人的时候 但是组织架构跟那个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 我们常常讲说 国民党是一个将冈文化的党 就是说它背负 那个包袱太大 复旦比较重 一百多年的老党 就是很多传统 或是尤其就是过去一直都是比较年纪大的掌权 然后他们掌权之后也没有好好培养年轻的 就是说变成就是有断层的那个感觉 那这一次大家就看到希望 就是希望这样 但是因为第一次 我们也有人在担心 就是说以过去的将冈文化 现在要忽然要做改革 你如果声望不够的话 真的要推动改革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革命比较简单 改革比较困难 因为革命是全盘的 推倒了 改革是会牵涉到既得利益的人 你要把既得利益的人推掉 还是什么 那个有反扑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一次 所有的党员能够了解说 已经不能再输下去了 不然的话国民党真的会瓦解 所以大家基本上目前有这个共识了 所以他当选是众望所归 就是说年轻化 是大家这一次终于成功 有年轻化 不过从我也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从中国大陆的 好像对张宇晨好像不是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先把这个放在后面 我们特别谈到两岸关系 我们再请教廖锦民先生 回到江启臣这个本人 江启臣呢 其实他也是中国国民党刻意培植的一位 没有错 一位优秀的人物 而且他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已经是三任的立法员了 没有错 而且他能三次都选上 而且在特别是后两次在国民党 这个选情非常不太好的情况下 他还能够在 他是在台中的 而且在台中市场的时候 他还让给了同党的 因为民调他输0.6% 这一般在过去的传统 只有输0.6%的人 他一定说一定要查评 或者是不服气或者什么 但是很有风度 对 他很宏度 而且去担任对手的竞争总部 对 看得出来 这次也是大家也记得他这一份 叫一份牺牲也好 叫一份功劳也好 所以大家还是记得 所以台湾人经常讲一句话 叫人在做 天在看 回到江启臣这个本人 48岁 党内没有特别的经历 也没有做过地方首长 在这个内阁里面 也不是成为什么 连个部长都没做过 他做那个新闻局局长 对 等于是发言人 他做过马英九 马英九发言人 他是唯一的做这个 其他都是民意代表 就是立法委员 这样一项的 一般民意代表的 就是说他比较接地气 但是没有 那就老百姓 行政经验比较少 就是有这个 反正每一种都有他的优缺点 那肯定的 但是他为人不错 就是说很亲密 你认为就是您personally 就是您个人是了解他的为人的 就是说他对人很谦和 很谦虚这样子 你看他连学历 他不会讲 不会像乔惟太英文说 他有1.5个博士 1.5个博士 到今年都成为笑话了 他也在鼻竹堡大学读过 也在那个好像是 North Carolina还是什么 他两个在美国留学过 他不强调 他也是拿着中产奖学金去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不会强调说 他什么高学历 他都慢慢自己在做 他在国内其实当初 也有一点牵涉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他也有写著作 或者说当初 他还是有一些学术的一些著作 他也曾经 他在经济方面 经济财政方面 他比较专长这样 但是他也当初 那个陆委会的时候 也有他有介入 就是写一些 就是跟两岸关系 有方面的一些论文这样子 你就说这个人 其实他也设计的方面 也是蛮广的 对 起码他的教育是完整的 而且对国民党 起码在国民党来看 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 算是年轻一代当中 就佼佼者 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样 就像刚才您讲的 国民党毕竟这台机器 我们不能说它老话 起码就是说 有一些原价东西 要换一换 要动一动 所谓就像您说的 改革比革命要困难的多 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而且在党内 特别是国民党又讲 也不是国民党了 其实各个政党 大家都讲一个党内文化 所谓党内文化 就是派别 从李登辉开始就有主流派 非主流的说法 像他这么一个 对国民党的事务设施 并不是特别深 他也不是哪一个人的 什么样的 明显就是说属于什么派 最多你能说 他在马英九任内 做过新闻局长 但是你也不能说 他是马英九 但不像罗志强那种人 是明明确确的是马派 你还不能说他是马派 像这样一个 党内色彩不重 党内政党派别色彩不重 设施又不深 党务当中也没有做过 高阶的党内的主管 连个副主席都没做过 您觉得大家对他的信心在什么地方 现在信心是因为 现在有一股要改革的 就是因为他年轻 就是因为他 而且希望要改头换面 就是说党里面很多制度 就像以前 就是我们那个决策构成 就很多层有 从党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 还有咨询委员 还有中平委 中平委 我就是中平委 我是属于老大 但你比如说 国民党的中平委 在很多重大历史时刻 还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中平委在老总统 蒋介石那个时候 是宋美 宋美龄 当中平委的主席团的主席 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最有潜力的时候 当然那段那段有机会以后 我们邀请廖先生 跟我们讲一讲 其实当时小蒋跟宋美龄之间 在这个党主席和中平委之间 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事情 以后我们再聊这些事情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聊一聊 为什么中国国民党 对一位年轻的党主席 有这么高的期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